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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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转介绍 团队建设等销售全过程 进行了详细讲解 课程内容实战实用 为销售人员 锻造一套属于自己的销售流程 帮助企业 形成一套有效提升销售业绩的训练方法 金涛 中智信达 营销系统首席专家 著名销售培训专家 爱国者学习俱乐部秘书长 长虹股份商学院首席专家 盛项地板企业大学首席专家 服务过众多一线企业的实战培训师 他从一名基础的业务员 到带领团队创造销售奇迹 金老师与您分享十余年的销售实践经验 品成销售只有设计才能简单 简单才能复制 复制才能系统 系统才能高效的营销理念 为您带来最实战实用 和复制的销售技巧 金老师服务过的客户 包括爱国者 长虹 盛项集团 东风汽车 格力空调 智联招聘等 众多知名企业 他的课程拒绝空洞的说教 将理论与理念 融入实际案例中 深度的讲解 受到广大学员的热烈追捧 目标与团队 分享主要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目标设定 第二团队建设 第三人才培养 目标是什么 目标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当一个人有信念 什么是信念 就是你相信的那个念头 你相信去什么地方 你就能去什么地方 在历史上 有个人叫哥伦布 各位听过吗 哥伦布航海的时候 当时有三只船 组成船队 西埋亚女王投资的 投完资之后 他就开始航海 他认为海的那一边有大陆 可是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航海 航啊航啊航啊 航了一段时间之后 水手就有意见了 他们通过计算 所有他的食物跟物品 无法维持返航 就开始闹意见 说你必须返航 再不返航 我们有可能就没命了 哥伦布就跟孙伦开会 开会之后 他们就计算 食物能用多久 可是只能用三天时间 就是三天之内 返航是没问题的 如果超过三天再返航 可能就回不去了 所以哥伦布就说 再给三天时间 三天如果见不到新的大陆 我们就返航 到了第三天下午 他们见到了什么 新大陆 有些时候 那是一个岸 岸边的岸 当我们没有目标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岸 当我们有目标的时候 我们心中就有一个岸 有岸了 人就不累 没岸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去哪里 虽然今天我们可能会定很多目标 有人说 我要买房子 那怎么买吗 所以上次带了一个业务伙伴 这个业务伙伴正好在北京 我问他 你什么梦想啊 我经常问这个问题 他说金老师 我五年要买个房子 我就问他 那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呢 他说两千 我说好 那我们算一下 如果一个月赚两千 一年赚两万四千块 五年赚多少钱 十二万 十二万购买房子的吗 能买两平方 那我说那怎么买呢 我说不用算十二万了 就算你一个月赚一万块 一年赚十二万 五年赚六十万 不吃不喝 富首富可能都不够 同意吗 各位 我就问他 怎么买吗 他听我这个话之后 他说 哎呀 怎么买呢 我说如果你设计五年想买房 也是可以的 没有人规定你买不起 那你要设计第四年赚多少钱 第三年赚多少钱 第二年赚多少钱 今年赚多少钱 干什么可以合理合法合情能做到 他听完这段话之后 开始回去重新设计了 我们要做结果反推了 所以我们不用说五年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二十年之后 我们还见面 你会在哪里 如果我们还认识 你会在什么地方 你会跟谁在一起工作 讨论 你的圈子是谁 你会干什么行业 家在什么地方 另外一半是谁呢 有几个小孩呢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开什么车 过春节 有多少人来拜访你 没错吧 各位 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如果没想过 就现在想一想 如果你想 有二十年好长啊 可是 如果二十年的目标没有 五年的目标 估计也很模糊 五年很模糊 三年可能也很模糊 三年很模糊 今年干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我们定个二十年的目标 或者你觉得很长 可是有目标 总比没有目标强 没错吧 各位 当定个二十年的目标 你就开始想 那里是终点 这里是起点 中间再多波折 你也知道一个属于自己的暗 当没有暗的时候 你就不会累 所以呢 开始研究 二十年之后 我在什么地方 我在事业上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成就 我在家庭上 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我在学习上 我需要学习什么样的知识 跟资讯 我要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应该帮助哪些人 是我能够力所能及的 所以要列下来一个二十年里的目标 跟一个三年里的目标 是哪些 如果我们能够列一个二十年的目标 好了 你的目标就变得很好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没写过 无论是新兰的伙伴 还是电视机兰的伙伴 你给他思考一下了 你二十年之后在哪里 跟谁在一起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开什么车 暂时不考虑通货膨胀 应该有多少钱 不要轻易设限 为什么 你想都没想 怎么能实现呢 要想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很关键 如果你想过了 没实现 跟没想过 没实现 那是两为事 没错吧 各位 最想把我想过了 我努力过了 也没事 最想把咱们此生无悔 二十年一眨眼就 过去了 十年眨眼就 过去了 十年之后 你还在哪里呢 如果今天没想 那可能完了 无论今天你多大 应该想一下 因为有句俗话叫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 当我们知道远方 接下来的就是过程 所以 二十年的设想 总该有机会吧 你连设想都没设想 机会就没有了 那如果设计了二十年之后 要设计三五年呢 三五年什么成就啊 回家的时候 给父母 给亲人 给孩子 给朋友 带着什么的帮助呢 事业的发展 跟今年比起来 应该怎么样了呢 进步了吗 在去年 去年 现在说是前年了啊 前年年底的时候 我回哈尔滨过年 我的家是哈尔滨的 这个时候见到我的大姐 我的亲姐姐 还在哈尔滨 开花朵饼店的 那我回哈尔滨的时候 半夜回去 那天飞机晚点 晚点的非常之远 晚点五个小时 我从成都飞哈尔滨 到哈尔滨的时候 腊月二十八凌晨 三点半 我大姐亲自去接我 我说你这么晚还在接啊 他说你回来一定要接你一下 我俩见面就聊天了 他开了个车 我说谁的车啊 他说借的 我说你车呢 他说卖了 我就聊天 我说借谁的车 什么时候还呢 他说明天还 腊月二十九要把车还掉 那回家没车不方便 没错吧 过年呢 我就问他 我说姐啊 过新年了 有什么梦想吗 我姐条件反射跟我说 我想买辆新车 他开开车 我坐旁边 我说什么车呀 他条件反射 斯科达 有管车的斯科达 跟你了解吗 我说多少钱呢 十万块吧 我一听 我说你很想买吗 他说很想买 我说姐 要不这样吧 过年送你个礼物 送来车给你吧 他说你脑子没问题吧 你看 我送上车给他 是不是很正常呢 他说你怎么了 你怎么干什么事啊 针的钱合法吗 他说这话 我觉得好难过 是吧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记不记得 15年前 你的全部存款是一万块 当时你拿了五千五百块 给我 我考了个驾照 你记得吗 他说我不记得了 真不记得了 我说但是我记得 15年前 你全部存款是一万块 你说 好啊 考驾照吧 当时考驾照 五千五百块 你给了我五千五 你把你全部财产的 55%给了我 对吗 他说对的 我说现在如果还债 我应该还我全部财产的 55%给你才对 他说这账怎么算的 我说我呢 因为不经常回来 所以过年 大家开心吗 我别的能力也没有 买辆十万块的车 我还可以送你的 我们明天就去买 可以吗 我就说真的 我说真的 从那太好了 我连颜色都看好了 他的 他的电脑桌面 就是那个小车子 我说 那有几款呢 有没有大一点呢 他说不不不 那个小的很适合我开 我是女的 哇 开起来很方便 就是两箱的 我说明天早上来找我 你知道他什么地方买吗 他说我当然知道 我都去看过了 都试驾过了 我说好 好那就定了啊 别过悔啊 好了 我就回我爸家睡觉了 我姐就回他家睡觉了啊 我住我爸家 早上我早上 我睡到十二点钟起来 他还没来 我打电话给他 我说你跑上去了 他说我想想 这个礼物太贵了 还是不要买了吧 我都不说好了吗 他说要不这样吧 买个便宜点的 买个赛亚算了 我说不行 就买那个斯格达 快过来 他就带着我外甥 我外甥是个男孩 我们三个打地 叫服务 直奔斯格达地 到了之后 我说是不是这款 他说对 我是不是这个颜色 他说对 我就问那个卖货的人 有优惠吗 他说有优惠 便宜九千块 我说能不能送保险呢 送什么 他说都不能送 我说好吧 决定买单 刷卡 不到十分钟 我把钱付了 付完钱之后啊 那个卖车的人看我 他这么看 我说你什么意思 他说你付钱 怎么这么快呢 我说那 你要钱付给你了 车开走 那没问题吧 他说我总觉得怪怪的 他说我卖车 卖了这么久 都没像付钱 这么快的 哎呦 我想完了 你解释吧 不解释 别人以为咱是坏人 没错吧 你看我姐的样子 那也不像我另外的女朋友 对吧 我几年纪比我还大一些 我就跟他说 我说他是我姐 我说他弟弟 我不回来 回来送我姐辆车 哇 是这样的 他就让他们经理拿红花 给我们拍照片 那我们就 把车买好了 蜡月二十九 不能上牌照 我就跟我姐说 我说那个 辅加费也我出吧 保险也我出吧 牌照费也我出吧 我就送那辆好的吧 好了 那个年过得很开心吧 那一年 所有的年货都是我买的 回家了 那晚上吃年纪饭的时候 他讨论呗 讨论的时候 我爸 我妈 我大姐 我二姐 得出个结论 他们说 金涛长大了 我三十多岁 回去得出个结论 长大了 什么意思 我成年人 无论你再大 无论你年纪再增长 你也超不过你姐 你同意吗 同意 你在姐姐 哥哥 父母的眼睛当中 你还是个孩子 所以 如果真的 你努力了一年 回家 你给家里 换个车 换个电视 怎么可以吧 其实父母不是要我们那个电视 父母是要 我们给他换个电视 看到你成长 看到你卓越 他们内心的欣慰 同意吗 各位 所以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你有你的规划吗 该怎么规划呢 要挑战我们能力全而外的事 能力能做到的事情 不叫本事 能做不到事情 才叫本事 没错吧 你看 咱们小时候 那个你问幼儿园的小朋友啊 你说 你长大了 要做什么呀 他说 我长大了 要做总统 他也不知道 中国国家最大的官 不叫总统 叫主席 没错吧 我说总统 好 厉害 支持你 可是那个小孩啊 从幼儿园上了小学 小学的时候 你问他 长大了 做什么呀 他怎么说 我做个将军 没错 他后来上了中学 你问他 长大做什么呀 我能做个城市的市长 我就满足了 大学一毕业 你们能做什么呀 我做个公务员吧 请问 为什么年纪越大 梦想就越小 被谁偷走了 有谁规定过 我有个朋友 家里一个小男孩 他就问他孩子 他那做什么呀 他孩子志向可高远了 说要做美国总统 这大姐说 中国小孩怎么做美国总统呢 就问他儿子 儿子 怎么做美国总统呢 他儿子说了句话 差点没给他噎住 他儿子说 妈你怎么知道我做不了呢 有没有道理 有 他听完之后 觉得这小孩太厉害了 就跟他孩子说 你一定能做美国总统 他儿子现在天天觉得自己是美国总统 没准有一天 美国总统真换成中国人了 可是今天啊 我们要有梦想才对啊 无论你的梦想是多大多小 应该有一个梦想 不要被别人偷走 没错吧 再大的成就 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的 那最起码应该先有个想法才行 如果想法到没有 那么过得很平庸吗 而大多数人的梦想都被亲人偷走了 被朋友偷走了 你想 有一天 你说 我要成为公司 汤姆塞尔斯 我打算超级努力 拜访客户 资源整合 做转接上 你旁边的哥们跟你说 行的吗 就你那样 行吗 老实爱得了 安全安稳 好了好了 行了 一个人这么说 还不关键 如果十个人跟你这么说呢 你突然觉得 好像也对啊 你知道吗 我骗过很多 学员 在跟学员交流的时候 有个学员说 郑老师太对了 以前我 总是有人跟我说 你这个样子 你这个性格 不是个干销售 他说 当一个人 两个人跟我说的时候 我还不介意 当十个人跟我说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我这个人天生应该不干销售 他就被十个人贴的标签 没错吧 贴完之后 你就不是你了 你是那十个人 嘴里的你 那十个人 说了的你 你就变成另外一个你了 那梦想在哪里呢 没了 所以不要在乎别人怎么想 首先你要有一个梦想 要有个目标 如果有了目标之后 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没有去不了的地方 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 没错吧 梦想的关键是什么 如果今天我没有个梦想 无论是买车买房 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士 被别人尊重的人士都行 梦想最关键的是要去实现 实现梦想的时候 不但要不能被周围的人所说你 还要交易帮愿意实现梦想的人 人 其实最可怕的是有梦想 更可怕的是把梦想当真的 更更可怕的是 不但把梦想当真的 他还去实施跟行动了 比这个更可怕的是 不但他自己实施行动了 他找一帮人 跟他一起去干一件事 就更可怕了 没错吧 就会变成一家企业出来 所以呢 上次也是做培训呢 我做培训要求考核很严格 当时一家公司跟我说 靳老师 帮我们做电话销售话术培训吧 我就去了 我一看一百多人打电话 都不是很厉害 我就说能不能这样 如果真培训 就培养卓越的人行不行 他们说行 我都把一百多个主管 全部变成业务员 开始比赛 打电话的人 电话号都打不好 水分都不够高 怎么带别人呢 没错吧 PK比赛 他们领导间同意了 我就比赛 我说一百个人 选二十个带团队的人 就选了 可是选了选区之后 只选了十五个 还有五个 我就问 同学们 你们觉得谁自己行 就举手报名 有一个男孩子 砰 举手了 金老师 我可以 让他一举手 旁边笑他 为什么笑他 因为他普通话 都说不太清楚 可是他举手了 我就说来 打一下 我看看 就现场模拟 他打完之后 水分实在是不打地 我说不好意思 你不能过关 就又选 选了三个出来 还是两个怎么办呢 我们开会之后又讨论 我怕我选错 所以除了我之外 还有四个评委 就看每个人评分 好 我就问他们 你们谁还想自告奋勇的 当领导的 就举手 他又举手了 金老师 我 我说你再比一下 我刚又练了一会儿 我再比一下 这个男孩子 形象没那么好 后来呢 我就跟他说 来比棒 比完之后 实在很惨烈 又被刷掉了 这个时候 我们又选了两个人 我就开始做团队建设了 分组了 分任务了 大家都很开心呢 突然的说了 他刚才团队建设的时候 跑到走廊里面 打电话去 就模拟练了 练完之后回来 金老师 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我想再试一次 当他喊完之后 全场都没人讲话 他们很多人说 金老师 让他试一次 让他试一次 呼证很高啊 那我就试一次了 我说好吧 再试最后一次 他就试进 试完之后 我们这五个评委 都没立刻做的决定 我们开了个会 就为他这个事 讨论了一个小时 那我说水平不够啊 还有两个人说呢 不行 这个人意味都太强了 这个人如果不选 对不起良心 那我跟良心什么关系啊 说真 太好了 是吧 这小孩 你不给他一个路吗 说我们没年轻过吗 我说不行 按规则 绝对不能选 后来我们五个人 做了个决定 不选他 当我对一百多人 宣布的时候 现在有好几个人站起来 金老师 如果你选他 我支持他 我愿意做他手下 我好感人的 你知道吗 我都受不了了 他们有十几个人站起来 撑他 孙子说 没事 我们愿意 我说不行 如果按照规则 你肯定选不上 可是 他们说的很失望 觉得我不近人情 不是的 规则就是规则 没错吧 后来我把它叫上来 我说 名字不说了 因为大家现在还在北京 我说 小兄弟 你虽然没被你选上 但是我跟你说 你最起码算是 加分的朋友 他说什么意思 金老师 我说 人的朋友分两种 一种叫加分的朋友 一种叫减分的朋友 加分的朋友 又分成两种 一种呢 现在目前 级别比你高 比你有成就 这样的人 一定有些原因 没错吧 要叫我加分的朋友 我们不是视力 另外一种 现在可能没那么卓越 但是未来 可能会变得很卓越的人 我说你属于后一种 我说我金涛 愿意叫你这个加分的朋友 我认为 一辈子都可以变加分的朋友 你干不干 我很开心 后来我们俩聊天 我就把他的名字 改成了加分的朋友 每次一聊天 网上一碰到 一打电话 我就说 怎么样了 加分的朋友 什么成就了 你还好吗 我每次都问这个话 好了 隔了两年半 现在 这个小子在北京 有一家三百人的公司 自己懂事的 他跟我说 金老师 就是因为你说 我是加分的朋友 后来我就琢磨 我哪加分呢 我就只能努力了 拼命努力了 要不对不起你 你看力量多强大 所以我们要交往 要交往加分的朋友 没错吧 要么现在水平比我们高 要么就是现在没我们高 没事 未来有没有可能变得更好 如果这个人现在也不好 未来也不努力 那就是减分的朋友 没错吧 或者你一跟他说什么事 他说 这不行的 这肯定通不过的 这肯定没成就的 好了 也是减分的朋友 如果你身边 全是加分的朋友 要么成就很好 要么很支持你 要么都是很努力的人 你未来就变得很辉煌 同意吗 各位 所以实现梦想 要找一帮加分的朋友 所以不要打击别人的梦想 每个人有什么梦想都支持 行 干 我支持你 咱们哪怕不能用金钱支持 不能行为支持 咱们口头上也支持别人 没错吧 支持别人 就鼓励了别人的梦想 所以每次我都鼓励他 我最近鼓励他了 我说你不但是加分的朋友 你太厉害了 现在你公司能上市啊 他从来没想过 他说真的 我说我也不能跟你说为啥 反正我直觉 我感觉你未来是个上市公司老板 他被我激励到后来 他说真的 我说我呢 估计这个面相 就是上市公司老板的面相 实际上我不会这套 他说真的 我说反正你努力吧 早晚有一天可以的 他每天就想着 做业务做业绩 人生变得不太一样 所以支持别人吧 你干嘛打击别人呢 但是只有目标是不够的 关口号是没用的 没错吧 要具体的实施 要计划 所以如果我们20年的结果是很好的 要列下来 三到五年我们干什么 这三到五年我们怎么做 做到什么程度 我们是满意的 如果未来百分之七八十的事 能用金钱来实现 那各位 你应该知道 你未来20年 未来五年 未来三年 你应该拥有多少资产 没错吧 我们不是拜金主义 可是现在确实很多你的梦想 百分之八十 可以用金钱来实现 梦想很大 计划要很中密才行 一般人呢 工作二十年 工作三五年 你要买自己想买的 要帮助别人 所以你要很会沟通别人 很会激励别人 很会成交别人 很会领导别人 很会影响别人 如果你都很会 你就会成为一个核心 成为一个核心的时候 无论干什么都行 是什么激励你干活呢 实现三年的目标呢 要问自己 如果这三年 我的目标都实现了 我怎么奖励自己 我喜欢什么 我擅长什么 我有什么优点跟缺点 如果我真的很喜欢唱歌 能不能出点钱 录发CD呢 可不可以各位 奖励自己吗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跳舞 能不能专门花一个月时间 两个月时间 什么也不干 学跳舞呢 可不可以 如果喜欢某种乐器 学它不就完了吗 如果你喜欢某一款车 你能买得起 就买回来不就完了吗 要激励自己 所以要专长 专长无人替代 就是特长 专长就变成爱好 可是还有合理的目标 合理的目标 容易让别人兴奋 目标让你兴奋的时候 要能达成才行 否则你光喊口号 未来20年 我要怎么样 未来20年 我们真聚一次怎么样 那聚一次 咱们总要来 你吃个饭吧 各位 吃饭的时候 谁买单呢 我买单 我们做个规定 可不可以 如果20年之后 我们还认识 反正我相信 你们应该都能 活超过20年 没错吧 如果我们还认识 我们做个规定 我们这群人里面 谁最有钱 谁买单 可不可以 好 那未来会是谁呢 我 你看自己心都不够 你们 好 20年很兴奋 要让三五年的时间 所以你要订个 三五年的目标 没错吧 往回分级 三五年订完的时候 要订三年的目标 第一年 基础年 打基础 让我们技能变得更好 让我们的知识 变得更加卓越 产品变得更多 客户变得更多 叫基础年 第二年 熟练年 有了基础之后 第二年变得很熟练 我的业务技能 我带统队的技巧 我的为人出事 变得很熟练 第三年 叫收获年 怎么分配你的指标呢 二三五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在三年之内赚十万块 第一年赚两万 第二年赚三万 第三年赚五万 没错吧 行动一百万 第一年赚二十万 第二年赚三十万 第三年赚五十万 那怎么做呢 所以把每个三年分就好之后 再来分配这一年 这一年当中 你要实现什么结果呢 所以各位 请拿出一张纸 在这张空白的纸上面 中间画上一道杠 左边写上目前的情况 然后我们记些数字 各位回去填写一下 第一个 目前的年收入 就是你的年收入是多少 第一个 目前的年收入 第二个 目前的年业绩是多少 年收入年业绩怎么算呢 如果你的收入是一年十万块 工资提成是百分之十 你应该做多少业绩才对 一百万 没错吧 忽略底薪 我认为 靠底薪算收入 那不应该是卓越 业务人员干的事 没错吧 各位 业务的大部分业绩 都来自于提成 所以我们底薪 可以忽略不计 够电话费就行了 是吧 你说金老师 你说的不对 我就赚底薪的 也行 我也佩服你 我更佩服的是 不够赚底薪的 底薪就电话费 够吃饭就行了 是吧 所以如果你的年收入是十万块 年业绩应该是一百万 目前的 没错吧 应该很清楚 回去再听 接下来写 我的月收入 然后是月业绩 月收入 月业绩 再往下 周收入 周业绩 再往下 日收入 日业绩 一年分成十二个月 一个月分成四周 每周分成七天 但是每一周按照五天或六天来计算 我不知道你公司目前上班的情况 算一下日收入 然后算日收入之后呢 要算出每小时收入 以及每小时业绩 每一分 每一秒 都要做最有生产力的事 要算出我们每一分 每一秒 都在干什么 不要虚度光阴 昨天 我有个朋友跟我说 你怎么那么忙呢 我说怎么了 他同样生活在一片蓝天下 怎么就不一样呢 我说怎么了 同意怎么那么忙 我怎么就没什么事干呢 其实都行 让你觉得开心就好了 但是我们做业务的要知道 谈业务的时间很紧张 没错吧 你要知道你目前的业务来源 所以写下来 每日 能够有几个商业机会 孩子在左边 就是你按照目前的工作量 你每一天有几个商业机会 是你所拥有的 或者每周 拜访几个客户 如果你是在店里面的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每周拜访几个客户 空格 几个天空格空下来 这是你目前的情况 好了 写完之后呢 在主顿的上面写下来 目前的情况 右侧 先写来写下一句话 我期望的情况 我期望的情况 条款一模一样 我期望的年收入 我期望的年业绩 我期望的月收入 我期望的月业绩 我期望的周收入 我期望的周业绩 我期望的日收入 我期望的日业绩 我期望的每小时收入 我期望的每小时业绩 为此 我每天需要开发多少个商机 每周见多少位客户 如果你填完之后 你会发现 左侧跟右侧之间 距离大还是不大 不大 这比你现在很优秀 如果你填完之后 你感觉很大 就需要你努力的空间 还很大 没错吧 光想是不行的 想完之后 抵落地 抵时时让 无论远方的路 多么精彩 你也先走好眼前 清晰的路 没错吧 否则 如果不能实现呢 就会变成什么 因为目标定的太大 过程太艰难 而打击自己 让自己失去信心 信心很难培养 所以今天 我们要订 接待一年 好 突然发现 我电话量不够 如果增加五倍电话量 我的业绩 就会达到 今年往年底的要求 好了 当我们发现 能够完成 年底的要求的时候 你就会找方法 找别人帮你做转介绍 找资源整合 找团队 找方法 登到方法的时候 你的目标就容易被实现 所以 为什么实现目标呢 你要懂得激励别人 没错吧 试想一下 各位 如果今天 我们做个业务人员 随着我们的努力 慢慢的成长了 有一天 我们有了下一代 你要跟你下一代讲个故事 没错吧 讲个什么样的故事 当年 你老爹我 或你老娘我 我 当时 做业务的时候 我怎么想的 我怎么干的 怎么样在几个月 获得什么成就的 看这个奖杯 公司发给我的 你得有这样的故事说 没错吧 如果未来 你在下属 下属问你 领导 去年赚多少钱呢 不好意思 赚太少了 你要告诉他 去年 我达成我的目标 赚多少多少多少钱 下属他会有信心呢 要不下属跟着你都没信心了 没错吧 因为你是领导 你都没那么厉害 他怎么跟着你呢 讲什么故事呢 要讲结果好 要讲改变快 要讲有梦想的故事 带团队也好 工作也好 最好的方法是讲故事 下属 一有问题了 就讲故事 当年我们怎么干的 你也可以的 要鼓励他 什么结果好呢 有一天 有可能你本人 站在公司大会上 跟他们说 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吧 是个大学应接毕业生 后来我随着我的努力 两年之后 我现在收入也没那么多 一个月大约赚个156万 不到20万 别人看 哇 你都赚20万 我也可以 结果好不好 很不错吧 叫结果好的故事 什么叫改变快呢 你就说这样一个故事 真实的故事啊 说当年呢 我可不敢跟客户讲话了 我一讲话 我就紧张啊 可是后来我觉得 有什么可怕的呢 就练不就完了吗 秦老师说过 怕什么就干什么 所以我现在天天见客户 现在我是我们公司 Top34 现在我不但敢见客户 客户还敢尊重我 我觉得我改变了 这时间 其实只经过三个月的时间 各位你告诉我 棒不棒 很棒吧 要么就有梦想 你说别看我现在 还不是很厉害 可是我的梦想是 未来五年十年我要干嘛 你说梦想之后 别人会敬佩你 哇这人有想法 很厉害 不要什么都没有 没错吧 现在是谁 根本不重要 未来是谁 很重要 想都没想 机会就没了 如果你想过之后 假设说 有可能是说 我想买个房 我要买个车 没事 我建议各位 最好去看一看 如果你看出什么车 你最好就试驾一下 如果允许的话 试驾完之后 你有感受啊 就琢磨这事啊 买张海报 贴墙上 就告诉自己 闹钟一想 发现自己起不来 一看他就 哦 起来了 是吧 你就梦想 他会激励你去干活啊 所以 要让自己有梦想版 为什么要梦想版呢 人呢 很有意思 一旦看到目标 就会忘记障碍 你看到目标 障碍没了 你发现自己动力不够了 就把自己目标拿出来 我 我未来 又干这件事 我要买房 买车 我爸我妈去旅游 你看到这个 你所经历的障碍 都不是障碍了 没错吧 但是如果你天天看着障碍呢 你就忘记了目标了 哎呀 声音好难做 怎么迈不出去呢 所以 要看到目标 而忘记障碍 当你看到目标的时候 你的障碍就会忘记了 那怎么办呢 该怎么去做每一天呢 该怎么实现它呢 要列下所有能够帮你人的名单 列下你所有认识的每一个人 大量的行动 有强烈的企图心 有信念 有我们的技巧 有人脉 爱学习 你就会变得与众不同 其实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 你都要去做 没错吧 健身我们可能也不喜欢 你还去见 鹰 是指蓝天的 不会在乎小鸟讲什么 别人说任何负面 都当做没听到 因为你一旦听到了 你就活在别人的嘴里 而不是你自己了 另外 既然决定了开始 又为什么结束呢 既然决定了努力 为什么中突而截止呢 如果我只跟你说一句话 就是希望各位加油 如果说第二句话 再加油 说第三句话 再加油 我认为一个人没有目标 他就无法被他卓越 所以你什么都会失去 你唯一都不能失去的是你的梦想 咱们哪怕什么都没有 咱们至码还剩一件东西 就要有一个梦想 没错吧各位 活着就不累 因为我们有一个案子 我们第二节讲团队建设 团队建设一共就四件事 第一件事叫招人 第二件事选人 第三件事育人 第四件事筛人 招人要找到人 现在招聘 毕竟招聘就难多了 所以要找到合适的人就更难了 所以第一个叫招人 第二个呢 选人要选到人 而不等于选到合适的人 所以招到了人 并不等于选到合适的人 要选到合适的人 第三件事情叫育人 把人招回来了 也选出来了 可是要把它培养好 没错吧 培养统一的思想 培养统一的文化 培养统一的知识 培养统一的内容 把人培养好了之后 要筛人 合理的机制 能够提高效率 考验最多的是忠诚度 态度和能力 一个人关有能力不行 关有态度不行 要忠诚才行 所以招人的时候 该怎么招呢 传统的方法都很难了 因为找不到人 怎么办 有三种方案 第一个 招聘会 第二个 内部推荐 简称增援 第三个 网络招聘 无论你怎么认识他的 我也其中一个为例 参加招聘会 招聘会人很多 面试业务人员的 跟面试别的团队的不一样 因为现在 面试业务人员的人 就越来越少 所以 你招聘 招聘公司业务员 业务代表 业务顾问 好了 来一帮人 任分简历 好 我看看啊 就往下一家了 没错吧 你没有留下印象 对方对你 也没有留下印象 没错吧 各位 所以招聘他的时候 该怎么办 要先问对方问题 还是那句话 能用问的 就不用说的 就问对方了 要不这样 你别着急走 走了 就不用通知了 你就说啊 你能不能花一分钟时间 介绍一下自己啊 他就该介绍自己了 我 什么这地方 好 那你为什么要从事销售行业呢 第二个问题 他就开始说话了 没错吧 说完之后 你说 如果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 你希望得到什么 他就开始说了 其实问完问题之后 他怎么回答 根本没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要看这个人 是不是很愿意讲话 是不是手舞足蹈 能不能说清楚一件事 如果他很愿意讲话 手舞足蹈 能够把那些说清楚 这个人就可以用 如果这个人 你让他回答问题 哎呀 烦死了 干嘛回答问题 好了 这个人可以不用了 这个人只要你敢 召集公司里来 公司有什么政策 他就第一个反对 没错吧 不支持你 你也不好管 所以你干脆就索性不用用了 无论能力强不强 不重要 能力不强 咱们可以培养 但是如果性质不一样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人呢 讲话讲不清楚 你可以不用了 选那些愿意讲话的人就行了 好了 你跟他说 好的 我给你个招聘通知函 你需要什么时间到我们公司里去 到公司里的时候 一对一面试 跟一对多面试 用哪一个 一对多 没错吧 因为你对一个人讲 面试十个人 你就面试麻烦死了 所以一对多 怎么一对多呢 我们很多伙伴都会有经验了 都被我面试过 对吧 所以我就开始讲了 你就派个讲师开始讲 我们公司干什么的 什么产品 怎么做的 你们收入 薪资 待遇什么样 筛品人就可以了 筛完之后再入职 一个礼拜之内 重新筛训 怎么筛 培训 看每个人态度 就选一种人 态度足够好 很激烈的人就行了 能力没有人足够强大 而且对每个行业 都不见得十分了解 没错吧 对别的行业了解 对这个行业 可能是一张白纸 所以原来是谁 不重要 到现在是谁 才重要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招聘他了 如果更会的方法 也很简单 他的公司里来 就让他天天表格 表格里全是问题 请问你过去做的最优秀的事 是什么事 给你写下来 第二句话 如果上班 你认为什么是上班的关键 你个人崇尚什么样的想法 如果他这里上班 你怎么样会变得更优秀 你问一对这样的问题 没错吧 问完之后 他听完表格 他突然觉得 进你公司 怎么那么麻烦呢 我跟各位讲 麻烦也要这么干 听完之后 当表格放在面试官手上 面试官一看 就知道这个人怎么样了 没错吧 我吃过亏的 当时我们找业务团队啊 哇 他才让我亲自去招聘呢 我一招聘的时候 哇 那个男孩子 跟我校友啊 形象好 语言好 状态好 在学校当过官 我超级喜欢他 各位了解吗 不是那个那种喜欢啊 就是很喜欢他 就会喜欢他 我说这个男孩子不错 我脸也放光啊 我就跟他说 你现在没上班啊 就没上班 我说你 立刻来公司 可是我们公司规定 要两轮面试才行 就一个人不能面试一个人 一定要经过 另外一个人面试才可以 要么是我的上级 要么是人类资源部 反正必须两个人面试 才能让一个人入职 那我心急啊 我想哇 这人 人才啊 是吧 不能被他跑掉啊 我急死了 我说你等一下啊 我让我们总裁来面试你一下 我就把爸爸跑上楼啊 是吧 跟我们当时总裁说 那总裁说有这么好吗 我说真的很好 你见到你会很喜欢的 我说我很难见到这么好的人啊 他就下来了 一面试 我感觉真不错 对吗 谈度 其实感觉很好 那总裁因为照顾我的面子说 好 明天九点钟 公司上班 我也挺好的啊 他也答应了 就回去了 第二天没来 什么意思啊 我打我打电话给他 我说你怎么没来呢 他说 金老师啊 我去了好多公司啊 都没这么顺利的 我总感觉有点害怕 我不想来了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你看 你们也没复试我 当时决定了 要么公司超级缺人 要么就是你让我去干什么 我还想想吧 男孩子没来 你知道我多后悔吗 后来我乖了 不管谁 我都两轮面试 反正回去之后 他通知你再来 他反正很珍惜 没错吧 所以你要说照片有多难 照片的方法跟以前不太一样 照片有成本的 照片完人之后 如果你不能留下来 成本很大 不是会拿了工资而已 失去的机会成本 没错吧 所以亲自面试 你人多也才能筛选 要节点面试的时间 一个团队领导者 首先第一件事情会招人 人都不会招 就无法带团队 为什么 一旦把人带跑了 他无法补充 没错吧 别人帮你推荐啊 网络招聘呢 都可以 反正先会招人再说 人多了才得筛选 实在不行就硬筛嘛 一级好的留下 一级不好的走路 也可以 可是最起码 有人让你筛才行啊 如果连没人让你筛 你筛都筛不出来啊 第二个叫选人 招到人 并不能选到人呢 什么是标准呢 意愿度是标准 我认为 这是我的观点啊 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 或者心脏的朋友 你不认可 没事 我的观点 我认为 技能可以培养 但是意愿度很难培养 这个人如果人品很好 是个很好的苗子 意愿度很强 没关系 会不会都行 一段时间之后 人可以带出来 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天才 所以你要选人的时候 就选意愿度 技能啊 产品知识啊 都容易 最关键的是思想统一 所以这个比我认为比技能还重要 第三个叫育人 怎么育人呢 合适的人要不断的培养 无论你用录音笔录下的录音 给它重复放 还是告诉你该怎么做 要自发的改进 团队如果只靠一个人 团队的领导人是最高水平水平的人 没办法 那个团队服务化变得更卓越 团队必须自行修梗 必须自行能够培养 所以不是领导人 你就是第一名 也有很少有人 打电话也很厉害 招聘也很厉害 面谈也很厉害 服务也很厉害 准确照也很厉害 很难 但是你让每个人都贡献一份力量 怎么做呢 很简单 不是培养人了吗 你就给每个人设一个主题 让每个人给你公司的权源讲堂课 什么叫讲课 教学相掌 他本来把那话也没那么厉害 说来了 你安排 下周三 你讲电话销售 另外一个兄弟 下周四 你讲如果跟客户面谈 这两人接他这一周干什么 准备 没错吧 研究我怎么打呀 他是梳理的 他的研究的过程当中 他自己就改进了 没错吧 就提升了 你也一样 虽然每个人都变成老师 每个人都变成领导 每个人都贡献自己对核心的内容 团队整体素质获得提升 在训练的时候呢 有五个步骤 需要各国一用的 请你着重记下来 无论你训练什么技能 训练什么技巧 训练什么技术 第一个 要解释 要解释你的内容 解释完之后 第二个 要示范 如果你解释一件事之后 你要能示范的出来 让别人看到 所以第二个叫示范 第三个叫演练 让我们的学员 你的小组成员 演练一下 演练好之后 第四个叫纠正 发现哪里做的不好的地方 要纠正它 第五个 重复练习 练成习惯 练成条件反射 技术变得更强大 所以第一个叫什么 解释 第二个叫什么 示范 第三个叫什么 演练 第四个叫什么 纠正 第五个叫什么 重复练习 对 不断重复就好了 好了 接下来筛人 第四个是筛人 筛人什么呢 要有合理的机制 成绩说明一切 别说谁 多厉害 别说口才多好 别说你曾经有多强的历史 没事 用成绩来比拼 赛马不相马 销售团队的关键就是业绩 所以要设立很好的讲准制度 我在这里 不是讲讲准制度的专家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讲 就讲的心滑怒放 罚 就罚的胆战心惊 所以你要不要别讲吗 要不要罚吗 你说 业绩最后一名扣十块钱 那扣了干嘛呢 业绩第一名讲十块钱 讲了干嘛呢 太傻 没错吧 团队永远要竞争意识 没有竞争团队 就变成一支慢慢目录的团队 团队里面要有新的血液 要有新的本事 团队本身的素质变得更强大 强者制定游戏规则 所以呢 举案例 那个时候我们有几十家分公司啊 封司老总啊 每次回来的时候干净什么事呢 就把每个人的作业本拿出来了 业地多少啊 打标率多少呀 第几名啊 我们有个老总 他在四川的 团队很强悍 他每次回来怎么走路呢 是这样走路的 啪啪的走路 都前三名 所以他很优秀啊 可是有一个月 大一了 后三名 按照后三名规则 要做俯卧生 做俯卧生的级别就不一样 他是老总 又是副总裁级别 一般员工犯错误 犯的错误乘以一为係数 副管级领导人乘以十为係数 老总级总裁级乘以一百为係数 很惨吧 要做好几百个 他回来之后 大家都不好意思说了 这要不要做佛生啊 官大啊 官小没事 官大怎么办 你告诉我要做还是不要做 做吧 是吧 大家说啊 做佛生 做佛生 做的时候呢 有好事者 没什么事 拿录像全录了下来 哎呦 哎呦 你也做佛生啊 哎呦 哎呀 太有意思了 这哥们当时坑成坑成做了好几百个 做了就算了 当时会还在开啊 开一半的时候 开全国视频会 我们当时董事长 把这种录像全国就播了 就说无论是谁 简要讲的心花怒放 法要反的胆战心惊 让你们看看做佛生的人 无论是谁都得做 播完之后 这哥们回到当时的四川 一下飞机走出闸门 他发现员工全在现场 两排列好 说了句话 说完之后他眼泪就下来了 他们管他不叫老总 叫老大 可能是他们团队的习惯啊 他说老大 我们看着他录像了 我们再也不许这个事情发生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他同时从来没有跌出前三名 这就叫力量 所以如果你建一个团队筛人怎么筛 就用业绩筛就好了 一个人真的很厉害 那业绩应该好才对啊 如果业绩持续不好呢 怎么办 就被筛掉了 没错吧 有些团队说 那金老师我命不好 我刚才在琢磨这哥们怎么回事啊 后来我想了 如果命不好 那咱们选命好 大家不行吗 没错吧 那命实在不好 那咱们跟命好人在一起不就好了吗 所以筛人是敢筛才行 哪怕筛成最后一个 不仅你自己本人出马 干业绩不就完了吗 如果你不敢筛 团队永远起不来 不要以为你是爱大家 不是真爱 真爱就是用真的理由筛掉所有人 就筛 厉害的人就拿冠军 就最厉害 差的人就筛掉 只要你敢筛 团队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危机感 他们还要拼命 没错吧 每个人拼命 才会把业绩做得更好 所以带团队的关键是 你敢不敢这样做 敢做了之后 敢不敢坚持 敢坚持之后 有没有信念 有信念之后 出发点是什么 如果出发点不是个人恩怨 我觉得你会变得很强大 那核心是什么呢 带的就是信仰 当一个团队有信仰的时候 力量不一样 什么叫信仰 就是你相信的那个念头 你们相信什么念头 这十个人 八个人 二十个人 五十个人 相不相信你的团队成为第一名 相信就是念头 没错吧 如果你不断不断相信那个念头 就变成了坚定的信念 如果你持续不断相信一个念头 就变成了信仰 所以带团队要带出信仰 一个团队只为钱 没有信仰的团队是带不大了 团队要有荣誉 要有价值观 价值观最难 只要能带出价值观 你就变得与众不同 所以呢 要带出价值观的时候 你要敢于这样做 要能够培养人才 能够复制人才 复制出比你还厉害的人才才行 要有合理的进程机制 我们当时怎么复制呢 引用一些方法 复制是个什么方法呢 很简单 当时培养人才的时候 我们有奖励政策 跟各位参考一下 可以吗 团队成员是这样做的 全公司业绩第一名 我们花28块钱 挺贵的28块钱 给他做一张海报 这张海报呢 有一平方大 这张海报的背景 就是007超人 反正流行什么 做什么 可能这个人头 就换成了第一名的人头 不是做出来啊 做完之后 在公司大行挂起来 上面写一个 他的名字 写的句话 各位 不要小瞧这28块钱 这28块钱奖励的 告诉我有没有价值 有 比2000块还厉害 因为客户一来啊 所以说问 这是谁啊 别人念头一遍 这是上个月冠军 厉害 好了 挂了一个月 下个月 是不是还有新人挂上去啊 如果能持续挂上去 就换成海报 如果他不能持续挂上去 就换下一个人 一年12个人 他挂完之后 一个月不是 拿下来了吗 跟他说 你拿回家里去吧 年底都拿回来 年底把这12个人 放在一起比一下 试试 你就知道 哪个人优秀了 所以奖励 可见得西花路放 让别人很开心 并不见得花钱 有很多小的方式 可让别人觉得很不错 很有趣 很开心 因为游戏餐 刚刚开始 职业销售团队 有哪个特征呢 特征是我们需要的 第一 要有强烈的欲望 卖东西的欲望 想成功的欲望 很想卓越的欲望 第二 对产品感兴趣 对销售感兴趣 第三 要有足够的信心 和感染力 第四 很愿意跟顾客沟通 用心的沟通 第五 很注重目标的实践 坚持目标 第六 坚持实施 每日计划 能够坚持 第七 逆境之下 依然很有进取性 第八 积极的态度 第九 很好的人员 第十 超级的学习的 心能的投入 如果你具备这样的条件 你未来会变得很卓越 很高兴在这个点当中 能够认识你 其实一切皆为销售 销售自己 销售公司 销售产品 任何场合都需要销售 每个人都需要基本功 在每个角落 只要我们学会了销售的本领 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把任何东西卖给任何人 你就会变得微轮比 这种能力 未来一定会变得很卓越 很值钱 也希望 你能走进课程当中来 让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成长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谢谢 中智新党 主持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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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bod